国内掀起敦马热潮 他用过的比穿的拖鞋 还有肖像壁画全部都爆红 GST下个月开始零税率 国行就说 预料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将会降低 深夜搜纳吉的家敦马就说 警方是按照程序 努努就强烈反对 敦马将兼任教育部长 旺解哲兼任妇女部长 苏克里就接任反贪会的一个 那上个星期四呢 就是一个星期前的这一天啦 敦马他就宣誓成为了我国第七任首相 一个星期之后的今天呢 他又再宣布有一个新的职位了 就是兼任教育部长 敦马呢 今天召开记者会上面公布了内阁的最新名单 不过呢 并不是完整的这个内容哦 只是公布了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他兼任教育部长 第二个呢 就是副首相旺阿兹沙士 兼任妇女事务部长 他就说呢 如果来得及的话 可能明天就可以宣布完整的内阁名单 他也预计啊 一共是会有13名的内阁部长 除了说他本人已经宣誓之外呢 其他的都会在下个星期宣誓 OK 另外呢 马哈迪今天也有好多的宣布 其中这个宣布呢 就是目前空缺的反弹会首席专员职位了 他就说将会由前任的反弹会副主席苏克里来填补的 就不是早前传言的反弹会前首席专员阿布卡辛啦 那谈到为什么会选择苏克里作为新任的反弹会一哥呢 马哈迪就解释了 苏克里过去曾经在反弹会服务 他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也掌握了很多情报 当然还有一点哦 就是这个苏克里的品行 因为苏克里曾经是反对反弹会里面的歪风 而且他也坚决反对纳吉阻止调查这样一个行为了 那说到苏克里呢 其实他在反弹会已经服务长达32年了 他在2016年 也就是两年前的10月份呢 提早退休 退休之前呢 他就是负责调查一马公司的子公司 SRC估计涉及41令吉资金 以及纳吉户头被汇入26亿令吉等等的事件的 嗯 ok 那看到首相敦马迪今天有说 政府呢 还是会继续一马援助金计划的 但是政府会探讨 包括了有一些不该领取援助金的人啊 因为他们之前也来领取嘛 所以政府就要探讨这件事情了 然后他就强调 这项援助金不应该成为政府贿赂选民来获得支持的一个工具 反正就是让需要的人得到助队了 没错 其实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还有另外一个重点的 我相信昨天如果你是刷着Facebook的话呢 也一定都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情 就是警方漏夜搜查了前首相纳吉的住家 针对这件事呢 敦马就说啊 警方搜查这个纳吉的住家 而且是在晚上进行呢 其实是警方的标准作业程序 是SOP来的 他也说自己的指示已经很清楚 也就是不折磨人 并且呢是以震荡的方式进行 那说回昨天晚上的事情 警方昨天深夜的时候是突击前首相纳吉的私底等等五个地点 中国报的报道指出 截至今天下午三点 整个搜查行动还是在持续当中的 消息也透露说 在过去的15个小时啊 马不停蹄的搜证还有调查工作当中 警方已经找出至少20箱的证物 当中除了有很多的名牌手提袋 豪华奢侈品服饰还有礼品之外呢 还包括了一些机密文件和资料等等的证物 不过纳吉的代表律师今天凌晨离开纳吉私底的时候 他虽然是否认警方在纳吉的住家找到任何的文件 但是他有承认警方确实带走了几箱的手提袋啊 服饰和礼物等等的物品 OK那另一方面呢 其实针对警方晚上去到纳吉的家去搜查这件事情呢 公正党的副主席努努依莎 他自己是提出反对的 因为他说呢 他自己也是过来人 他在之前呢 也遇到过 在凌晨两点钟的时候啊 被警方带走这件事情 所以呢 他是觉得说 哎呀 如果当时真的是完成调查 就直接提供他就好了 不需要调查到凌晨四点 而且调查的过程当中 也不需要羞辱啊 或者是侵犯人权 其实说到这一点呢 努努依莎他的父亲 也就是前副手下安华呢 他在1998年失事之后呢 这个警方曾经在半夜的时候 突袭他的住家 那卡丽莎默呢 其实看到了努努依莎 今天发出反对警方 这么做的这个贴文之后 他也是有转发的 并且呢 是认同努努依莎的言论 经历昨天这样一个夜搜啊 在半夜搜查的行动 可能一些网友 可能睡眠不足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他去搜查的是纳吉的家 纳吉呢 其实也是有点睡眠不足的 因为有一张照片传出来 纳吉是倒在沙发上 睡觉的照片 OK 除了纳吉 除了网友 其实还有一位人物呢 他也是睡眠不足的 真的 因为他这几天非常非常的忙 一整个星期了都好忙哦 因为他几乎每一天 都召开记者会的 说的这个人 当然就是我们的首相马哈迪 而且就连他的夫人啊 就是敦西蒂哈斯马呢 今天他也是一直的都在 关注敦马的这个健康状况 因为他有提到哦 其实敦马的睡眠时间 都是用在查阅政府的文件上 甚至有一个晚上哦 他是查阅多达 两百份的政府文件 就是每一个晚上 都在看这些文件 看到什么时候呢 看到凌晨四五点 但是呢 早上七点的时候 他就已经坐在 首相办公室里面了 那敦马真的是很累的 接下来跟你说的事情呢 可能真的有一些端倪显示 他真的是疲惫了 他今天就主持西蒙的 最高中央理事会会议嘛 之后就召开记者会 说了一番的话 突然间在记者会当中 他是停顿 不出声 然后全场跟着安静 然后在旁的西蒙秘书处主席 赛福丁 他就赶快的把一张纸交给他 马哈迪才继续的做出宣布 当时我们猜测 他应该是 想不出要讲什么了 而且他的 你从他整个神情啊 他说话的那个语速啊 你可以发现到 他是真的疲惫了 那他其实 在说到国防部长 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也一时口误 他把公正党实权领袖 安华称为国防部长 就把现场的这些领袖呢 都弄笑了 然后大家都纠正他说 其实他不是这样子 那其实之前呢 在回应自己的夫人 关心他的健康的时候呢 马哈迪也就承认说 他最近确实是睡眠不足 不过呢 他是不会抱怨的 不只是蹲嘛 我相信每个人呢 都应该要好好照顾健康啊 多休息 但是有一些事情呢 可能会让商家和一些 消费者 特别头痛是不是 对 因为政府昨天就宣布 6月1号开始呢 消费税GST 会降到零税率 就是没有税率啊 那首相 敦马哈迪今天就说 国人是不需要担心 落实消费税零税率之后 可能会面对信用评级 被调降的问题 他今天有说 我国将会通过 更高的国际油价 以及更低的政府开支 来获利 他今天就在记者会上 也提到 2018年的财政预算案呢 其实是根据油价 每桶52美元来制定 但是现在每桶 已经是去到72美元了 我国就可以从当中获利 因为毕竟我国是一个 出产石油的国家嘛 那马哈迪今天也说 如果经济许可的话 政府会给予汽油津贴 还会寻找额外的收入 来确保国内的汽油价格呢 是稳定的 那其实政府昨天 就是才刚刚宣布 我们的这个消费税率 从6%变成零税率吧 今天就看到财政部呢 又有一个新的宣布了 就说到会恢复 前朝政府呢 所取消的销售与服务税 也就是SST 用来取代GST消费税 我们看到根据财政部的文告呢 销售税就是会重新上路 但是什么时候会上路 什么时候会实行呢 这个还没有一个 特别著名的时间 根据文告呢 政府就会尽快宣布 新的措施来弥补取消 消费税的收入 而文告也说呢 因为国际油价上涨啊 所以短期内呢 可以填补消费税率 降到零税率的损失的 对于这样事件 所以我刚才才说 很多人可能会忙得 不可开交 那很多人可能也会问哦 既然都已经把消费税 变成零税率了 为什么不要干脆取消GST呢 因为两者可能是有差别的 差别在哪里呢 我们来听听 亚企理财中心税务与财务 咨询总监蔡兆元 来为我们分析 新闻连线 基本上这个GST的制度 还是存在的 为什么它还是需要存在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还有很多商家 他之前在购买他的原料 或者是物品的时候呢 他已经付了这个所谓的GST 就是他们简称的这个镜像税 他还是可以跟政府 申说回来 这个0%的这个税率呢 将会继续持续到 一般相信就是新的SST 就是Silted Service Act 推行了之后呢 这个GST呢 才会被废除 因为今天我们又看到 政府有另外一个宣布 就是说 未来就会真的会用SST 来取代GST 那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呢 现有的这个GST的制度呢 它是一个多层次的税务制度 在整个供应链里面 从一个制造商 他买原料 他需要还GST Input Tax 那么当他卖的时候 他就charge GST 所谓的Uput Tax 当然如果用回刚才的例子呢 制造商卖给任何一个人 是需要charge Sales Tax 比如讲说 这个批发商他买了之后 他卖给零售商的时候呢 他就不需要再charge这个 Sales Tax了 所以他是一个所谓的单层次的税务制度 Sales Tax是针对这个制造商 那么制造商的利润是多少 也是一个关键 他们怎么样把这个成本管价给消费者 那么在同个时候呢 在这个西门的竞选圈年里面呢 新政府会提供一些所谓的奖业 给这些基本的用品的制造商 来降低成本 谢谢达豆蔡校园 那其实讲真的 总结来说就是 上流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那些出产线啊 如果你商家制定想要更多利润的话 可能我们这些消费者 就要花更多的钱去买了 反正今天的这个访谈呢 也可以希望让大家更加的清楚 为什么政府会把它设为零利率 而不是直接取消掉这个消费 所以因为两者之间真的是不一样的 好了今天的现在部呢 我们要看回去的这个就是敦马的宣布 因为他今天在记者会上就宣布 自己会兼任教育部长 那来问问大家 你最期待他先落实西蒙的哪一个宣言呢 当然是有关教育的部分的 没错 选择赖的话就认为是承认同考文凭这件事 那第二个选项 Love呢就说到是废除PTPDN的黑名单 第三个选项是哈哈 就是减轻教师行政工作 哪一个会是你的选项呢 现在可以上到我们的脸书 988的MY那边去投选哦